- 受到收入的影響,麥當勞還是堅持派息,並且持續調高股息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麥當勞的股票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仍然受到許多投資者的熱愛 - 大家好,我們是V台灣,歡迎收看這集的投資金骨追 - 導注金鉤追,我是Will,我是Rena,每週五分鐘為大家解讀一家上市公司 - 哇,剛剛一直不得不注意到這一切,這是怎樣? - 這是我今天的午餐啊 - 你不能為了要拍片給大家看,就一直逼我吃這種熱血食物 - 欸,你想想看啊,如果你去一個國家 - 去一個全新都陌生的國家,你下飛機會想要去吃什麼? - 就是如果沒有東西可以吃,就是麥當勞啦 - 對吧,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來介紹這家 - 在你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會在你的腦海裡解救你的小確幸 - 麥當勞 - 一九四零年,來自愛爾蘭的麥當勞兄弟 - 在美國開了第一家麥當勞汽車餐廳 - 因為服務速度快,價格又便宜,生意也越做越好 - 通過加盟店的概念,兄弟倆在接下來幾年內也開了幾家餐廳 - 直到一九五四年,收買奶昔攪拌機給他們的Red Clock - 拜訪了兩兄弟 - 了解到了麥當勞成功的秘訣就是標準化和專業化 - 即使是新加入的員工,也能很快學會在30秒的時間內組裝一個漢堡哦 - 於是他遊說麥當勞兄弟成功獲得了特許經營圈 - 一九五年,Ray的第一家特許經營麥當勞餐廳 - 在芝加哥的郊區開業,從此以後瘋狂的擴張 - 到了一九六一年,Ray乾脆用270萬美金 - 從麥當勞兄弟手中把這個品牌完全買下 - 一九六七年,海外第一家麥當勞在加拿大開業 - 如今全球超過一百一十九個國家 - 超過三萬八千家門市的麥當勞是全球市值最大 - 門市最多的連鎖餐飲業霸主 麥當勞通過特許經營圈的方式把業務拓展到世界各地 - 所以麥當勞的經營圈可以分為三大類型 - 第一類是公司自己經營的餐廳 - 截至2020年年底,公司全權經營的餐廳已經超過了2600家 - 佔總門市約7%左右 - 而另外的93%就是第二和第三類型了 - 第二類是傳統特許加盟店 - 公司擁有餐廳所在的土地或建築的長期租賃權 - 除了新餐廳開業時支付最初的費用 - 特許經營人需要支付租金、設備、標誌、裝潢等等的費用 - 還有根據銷售額支付一定百分比的特許權使用費 - 第三類是擁有發展許可證的聯盟餐廳 - 獲得許可證的負責人,自己提供資本開設新的餐廳 - 並且負責經營和管理業務 - 麥當勞收取新店開業時的最初費用 - 以及根據銷售額一定百分比的特許權使用費 - 這一類擁有發展許可證的聯盟餐廳 - 主要集中在中國和日本市場 - 而麥當勞的穩定營收和現金流 - 主要就是來自於第二類和第三類的特許經營模式 - 以2019的財報數據為例的話 - 來自特許經營的收入就佔了總收入的55% - 其中35%是租金 - 所以麥當勞簡直就是世界級的包租公 - 其實快餐行業競爭非常激烈 - 除了麥當勞還有KFC、Burger King、Pizza Hut、Subway、Domino Pizza等等 - 那麼麥當勞是如何在數十年來 - 都成功地維持他在漢堡界長青樹的地位呢? - 對於餐飲行業而言 - 客流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營收因素 - 所以公司在2017年開始就推出了速度增長計劃 - 針對顧客族群指定三大目標 - 第一是留住現有的顧客 - 重點放在非正式就餐 - 比如家庭聚餐或是早餐 - 第二是重新吸引光顧次數少的顧客 - 專注提升食物的口味和質量、速度以及便利性 - 第三則是通過MAC咖啡咖啡品牌 - 加強點心時段的服務 - 與顧客建立更牢固的關係 - 將休閒型顧客轉變為忠誠型顧客 - 鎖定的顧客和目標 - 麥當勞通過數位化科技、外送服務 - 和所謂的未來體驗 - 來實行速度增長計劃的戰略 - 麥當勞的成功 - 有一大部分要歸功於善用科技技術 - 店內通過自動點餐系統加快簡單的速度 - 也提升了員工的工作效率 - 而手機和外賣APP - 也為顧客帶來許多的方便 - 全球將近25000家餐廳提供外送的服務 - 疫情期間,麥當勞通過董事會的同意 - 投入每年10億美金的科技預算 - 擴大自己的優勢 - 因為他們發現數位科技結合的外送、外帶 - 與得來素服務項目相當具有成長性 - 目前麥當勞主力六大市場有20%的銷售額 - 來自於數位的管道 - 而在2019年年初公司收購的人工智能公司Dynamic Yield - 將AI技術引入了Drivethroughs,也就是得來素 - 這一項技術可以根據天氣、當前餐廳流量和熱門的餐點 - 為顧客提供個性化的建議 - 當顧客點餐之後 - 系統還會根據顧客選擇其他推薦的食品 - 讓顧客不自覺的越點越多 - 欸你是不是也有發現 - 這種事情也常常出現在你身上呢 - 一點一大堆啊 - 不過這項技術啊 - 如果沒有辦法讓你多買一點的話 - 麥當勞也不會用3億美金進行收購了 - 如今公司已經在美國超過了11000家的門市使用得來素這項科技 - 接下來也會陸續推廣至國際市場上面 - 在去年疫情重挫全球餐飲業 - 對麥當勞來說也是極為嚴峻的一年 - 2020 年麥當勞的營收為192億美金 - 相較於2019年的210億,年減10% - 盡力方面則是47.3億美金 - 相較於2019年的60.25億美金,年減21% - 然而2020年第四季度 - 麥當勞全球營收已經回復至2019年同季度的水平 - 也因此麥當勞CEO在近期公開對股東信心喊話 - 認為2020是最嚴峻的一年 - 卻也是最激勵人性的一年 - 證明麥當勞就算面臨極大難關 - 依然有信心能持續增長 - 麥當勞之所以能在疫情的重創中回血 - 一大部分要歸功於得來速 - 美國市場有超過95%的門市,都有外賣車道 - 疫情爆發之前,得來速的銷售額 - 占美國總銷售額的三分之二 - 隨著顧客從店內點餐轉為得來速和外送 - 得來速的占比也提高到總銷售額的90% - 麥當勞的CEO也表示,比起只能內用的餐廳 - 外賣車道更成為了他們的企業優勢 - 有了一定的滲透力,對業務能力和市場反彈都是有好處的 - 多虧得來速,去年美國區域的全年銅電銷售也微幅增長了0.4% - 其中有七成的銷售都來自於得來速 - 能在疫情之下維持著連續六年的正成長,非常的不容易啊 - 但其他無法大量執行非接觸取餐的市場就沒有這樣幸運囉 - 受到各國政府管制的國際營運市場和國際授權發展市場 - 銅電營業額則分別下滑15%與10% - 說到股息啊,是的,麥當勞可以說是奶牛之王,股息王之一 - 從1970年發股息以來,每年都調高股息 - 2020年相較於2019年配息啊,依舊持續的調高 - 從19年的每股4.73美金增加到20年每股5.04美金 - 目前2021第一季也公佈將股息調到1.29美金 - 是的,你沒有聽錯,即使今年受到收入的影響 - 麥當勞還是堅持派息並且持續調高股息 -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麥當勞的股票 - 在經濟摔摔的時候仍然受到許多投資者的熱愛 - 展望2021年,麥當勞除了大量關掉美國Walmart - 賣場週的低營收據點外 - 全球將會繼續展店 - 目標加開1350間門市外 - 也將在六大市場推出新的中程計畫 - 將菜單與APP綁在一起 - 方便顧客點餐與付款 - 這些決策能帶來什麼樣的效果呢? -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 好,以上就是這一集《投資金骨追》 - 刀駐金骨追的內容 - 喜歡影片的朋友記得按讚分享出去 - 下一集我們會繼續介紹更多優秀的上市公司給大家 - 若不想錯過更多好內容 - 一定要點擊影片右下角的訂閱鈕 - 並開啟小鈴鐺 - 如果有其他想認識的上市公司 - 也歡迎留言在下方讓我們知道喔 -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 掰掰 - 可以